各位早上好 欢迎大乘2022年1月7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全球官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绕商议 首先要带您今天关注的头条重点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6号全天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会议指出 这里好这个拥有9500万党员的大党 这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起到了示范作用 要长期坚持下去 会议认为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行职责 加强党组自身建设 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做出积极贡献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环境 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议认为 过去一年 中央书记处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履职尽责 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要紧扣筹备和召开党的二十大聚焦发力 坚定历史自信 保持历史主动 增强忧患意识 提升斗争本领 查大事 应变局 官未来 宁心俱力担当作为 以定定子精神 做好各项工作 要满怀自豪感 振奋经济神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 中央书记处要围绕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 立足自身职责定位 突出重点抓好落实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现在是美国的六号的晚间 今天对美国来说 也是一个伤痛跟纪念的一天 六号就是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 过去一年的执法机构 共起诉并逮捕了725人 相关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而总统拜登的六号在国会发表讲话 对前总统特朗普 是发出了最猛烈的批评 今天在美国的各大媒体 在一周年之际关注纪念国会的暴乱事件 而相关话题立刻连线给 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宾如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宾如 时间交给你 谢谢响以 那么在美国1月6号 国会暴乱一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对前总统特朗普 发出了最猛烈的批评 拜登谴责特朗普 无法接受自己败选的现实 并且散布谎言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威胁美国民主制度 而特朗普就回应说 拜登的讲话只是转移民众视线的一场政治秀 拜登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6号上午前往美国国会 纪念1月6号国会暴乱事件一周年 拜登在25分钟的讲话中 并没有点名特朗普 而是以前美国总统的称呼 对特朗普发出了最猛烈的批评 拜登谴责特朗普始终都无法接受自己败选的事实 把个人权利凌驾于准则之上 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把个人自尊心凌驾于美国民主和宪法之上 拜登对于冲入美国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 同样发出严厉谴责 形容他们是暴徒 拜登称只要他在任就不会退缩 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美国民主 原计划在6号举行记者会的特朗普 以民主党和媒体充满偏见为由取消了记者会的安排 但特朗普当天仍然对拜登的讲话做出了回应 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拜登以特朗普之名进一步分裂国家 这样的政治舞台只是为了分散人们对拜登彻底失败执政的注意力 特朗普细数了拜登执政期间的失败政策 包括了放宽美国边境限制 失去了对新冠疫情的控制 能源不再独立 通货膨胀严重 美军也处于混乱的状态等等 特朗普强调 民主党正利用1月6号这一天 来煽动美国人的恐惧 并试图分裂国家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 民主党是全天候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不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现场出席的共和党议员寥寥无几 包括了参与调查的共和党众议员切尼 还有他的父亲前美国副总统老切尼 他的到场当天是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来看驻华盐顿国会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国会暴乱事件一周年 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6号前来国会山发表讲话 现场安保情况明显加强 在出入口住守的警员也有所增多 国会大楼内也多了不少特勤人员寻防 民主党人也全天候举行一系列纪念仪式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正午进行默哀仪式 现场有不到40名民主党众议员 以及一名参与调查的共和党众议员 也就是众议院暴乱调查委员会副主席千尼 在仪式开始前 千尼的父亲前副总统老千尼也在议事厅内 与民主党人聊天 并和多数党领袖霍耶交谈许久 一听说老千尼在场 许多记者也走进了媒体席 但受到防疫措施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入座 仪式期间千尼妇女坐在前排 是现场仅有的共和党人 仪式结束后 佩洛西和多名民主党人上前和老千尼握手寒暄 即将81岁的老千尼步履稍迟缓 但显示出良好的精神状态 而在国会山的另一头 参议院也举行哀思仪式 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并在议事厅内发言 回顾一年前所见所感 并引述事件强调通过选举改革法的重要性 现场气氛总体保持严肃 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异 而这场活动则没有见到共和党人的身影 事后媒体提问老千尼 如何看待共和党领袖处理暴乱事件的手法 他回应称 当前的领导层 已经和他当年认识的党内成员大不相同 以上是陈令南 王天逸 发自国会山的现场报道 自去年1月6号 美国国会暴乱以来 美国的执法机构已经起诉 并且逮捕超过了725人 那相关的调查仍然继续 美国舆论呼吁当局 尽力在年底中期选举前完成调查 不过有民调显示说 美国国会暴乱并不是美国选民在中期选举中最关心的议题 自去年1月6号美国国会骚乱以来 美国执法机构已在47个州逮捕并起诉了约725人 约有70名被告的案件已得到判决 其中31人将在监狱服刑 目前国会仍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花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 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迄今举行了一次公开听证会 一些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前官员 以及1月6号与特朗普沟通过的共和党议员 都无视传票或以其他方式拒绝合作 尽管有这样的阻碍 委员会还是收集了超过3万条与骚乱有关的记录 与同数百名证人进行面谈 传唤了100多人的手机记录 并要求访问由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特朗普的记录 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早前表示 计划在夏季之前发布临时调查结果 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隆伯格旗下的彭博社 6号发表社论 端促委员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完成调查 发布未经编辑的公开报告 并提出改革建议 以防止未来发生企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的事件 与此同时社论认为 委员会应放弃对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 进行刑事起诉的建议 因为起诉会证实共和党的观点 即调查是一场党派政治迫害 华尔街日报当天也发表社论 称国会骚乱是美国的耻辱 但更令人沮丧的是 美国两个交战的党派的反应方式 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的民主党人 似乎有意利用这一天来保住权力 而共和党的挺特派坚持认为 这只是一场有点过火的抗议游行 社论认为 去年1月6号的国会骚乱 不是未遂政变 也没有推翻选举结果 但这是特朗普性格和责任的巨大失败 特朗普没有直接煽动暴力 但煽动支持者向国会大厦游行 且未能采取行动阻止骚乱 共和党人对这种失职保持沉默 因为他们试图为了中期选举保持团结 但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参选 共和党将面临选民的清算 《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 在政治活动家们试图防止美国民主 因国会骚乱事件受到侵蚀之际 事件对美国选举方式的威胁 并没有像其他议题那样 在民众的餐桌上引起共鸣 民调中 经济和疫情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这意味着如果民主党决定 把国会骚乱当作中期选举中的重点议题 他们将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吸引选民的注意力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再来关注到美国的新冠疫情 美国总统拜登的多位前公共卫生顾问 6号撰文呼吁政府采取新的抗疫策略 应对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奥密克戎变种令美国的疫情进一步加重 最近7天平均单日新增病例逼近了60万人 美国总统拜登在过渡期间的 6位公共卫生顾问 6号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 呼吁拜登政府采取新的抗疫策略 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而不是试图彻底消除新冠病毒 这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拜登政府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采取更广阔的事业 认识到新冠病毒将持续存在 其中三位专家指出 拜登早前宣称 已经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占了上风 但显然并非如此 他们表示随着奥密克戎变种 推动了新一波病例的激增 美国必须避免陷入永久的紧急状态 拜登政府需要认识到 冠状病毒是正在传播的几种呼吸道病毒之一 并制定政策来应对所有这些病毒 专家们表示 政府需要承认奥密克戎变种 可能不会标志着疫情的结束 而目前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他们端促政府更广泛地强制实施疫苗规定 并向所有人免费提供N95口罩 以及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治疗 虽然本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 为12到17岁青少年 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 进一步扩大了接种人群的范围 但疫苗接种的进展仍不理想 平均每天接种量约为103万 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 全美有73.9%的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62.3%的人完成接种 34%的人接种了加强针 凤红卫视王悠悠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关注焦点 那么今天的美国媒体 大部分都是在纪念美国国会 1月6号的暴乱事件 但是角度却非常的不同 左派和自由派媒体 基本上都是在抨击特朗普 和闯入国会的暴徒 是在践踏美国民主 但是我们来看福克斯新闻的主页 标题是副总统哈里斯 把1月6号事件与珍珠港 还有911事件相提并论 另外福克斯还专门报道了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拜登讲话的回应 那特朗普对拜登 同样也是炮火全开 而且在一个小时里 特朗普连发两份声明 才能够解气 今天可以说是前总统 和现任美国总统的隔空打嘴仗 其实在一年 过去一年 拜登是较少在公开场合 谈及特朗普的 那么今天被问及 在讲话中 为什么不直接点名 批评特朗普的时候 拜登称自己不希望 将1月6号暴乱事件 演变为一场当代的政治斗争 但无论拜登承不承认 1月6号的事件 已经演变成了 两党的政治斗争工具 民主党人就指出 在2022年中期选举来临之际 拜登需要更有力的 对抗特朗普 另外再带大家 关注到的是一条 外交政策消息 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今天美国和日本举行 外交与国防2加2对话 聚焦印太地区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双方首次举行2加2对话 不过由于美国国防部长 澳斯听新冠确诊 所以对话只能够在线上举行 美国国务院表示 双方将会讨论如何加强同盟关系 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以及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另外随着日本准备在 2022年评估国家安全和国防态势 日本声称受到的所谓地区威胁 也会进一步推进美日军事合作 这次会晤双方还会讨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访美的相关事宜 现在的会晤还在进行当中 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 下面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谢谢宾如 还有我们的美国团队 那么有关于 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的相关话题 我们请来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暴乱事件 是暴露出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一年过去了 您认为拜登上台之后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吗 从昨天那个拜登和 前总统特朗普的 这个口角撕裂情况来看 显然是没有改变 大家知道 这个一年前的这个事 其实我认为 其实非常具有 对美国社会不但有撕裂意义 而且它撕裂最后的一个结果 当然常管党说 原因就在于过去40年的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 包括贫富不均在内的 这个美国社会的撕裂 有几个数字吧 1974年 就四十多年 将近五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百分之一的 顶尖富豪 它占据社会总裁富的总量 是百分之八 到1994年就上升到百分之十八 到了2007年的时候 大概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 到了特朗普上任之前 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 换句话说就超过三分之一 那么我如果再提供 另外一个数据的话 在一战爆发之前 也就是1913年 1914年的时候 当时在西方 百分之一的顶尖富豪 占据社会总财富的这个比例 是百分之四十 那么换一次 假如说是我们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当年一百多年前 这个列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战争与革命 就是对外战争 对内革命 其实就是当资本主义 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 其实它由于这个 包括贫富不均在内的 一系列的社会撕裂 它必然要导致内部的一些撕裂 一些外部世界的一些不和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其实一百年前 无论是一百年前列宁时代 还是一百五十年前的马克思时代 当时虽然说 这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 还比现在要低很多 但是其实事情的本质 是毫无二致的 就是由科技革命 和当时也是第一轮全球化 所推动的 这个人类社会深层结构当中 发生的一些问题 最后会导致内部和外部的冲突 那么从这几年前过来看 这个所有的革命 所有的这个骚乱 都发生在发达地区 都发生在财富聚集地区 所以以前有句话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反抗 现在这句话可能要改一下 哪里有财富 哪里就反抗 或者更准确的说 哪里财富分配不共 哪里就反抗 那么在社会之间 在国与国经济体之间 同样是如此 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所谓的战争 它有各种各种手段 它有这个贸易战 有金融战 有科技战 到军事战是最后一步了 所以中国人有句股市 叫春江水暖 亚贤之 美国作为世界上 最发达的一个资源主义国家 它首先感受到了 人类的这个问题 当然美国民主 在去年 这也是经受了考验 有关这问题 我们一会有时间 可以再详细地阐述说 好的了解 也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马上回来有 哈萨克斯坦的最新局势 再关注这是哈萨克斯坦的 最新局势了 目前最大的大规模骚乱 在6号还是没有平息的 我们看到在最大城沙拉木图 士兵就在街上开枪 对付持有机械的骚乱分子 那据报造成了几十人死亡 而骚乱至今呢 也有18名执法人员死亡 350人受伤 以及其他人员超过1000人受伤 目前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决定 将会派出2500人的维和部队 到哈萨克斯坦 要协助恢复秩序 首批的俄罗斯维和部队 已经在6号的晚间抵达当地 俄罗斯维和部队 6号晚上抵达哈萨克斯坦 随即将装备和装甲车运下飞机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之后还会继续向哈萨克斯坦 投放部队和装备 出动到哈萨克斯坦的俄部队 包括多辆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 另外还有大量散兵 他们6日陆续从莫斯科出发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早前指当地的骚乱局势 是国外接受过严格训练的 匪徒团伙造成 要求吉安组织部队介入 吉安组织表示 他们暂时决定派出2500人 协助稳定当地的局势 稍后再视乎情况决定是否增兵 而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 大批士兵在街头向目标开枪 大街上部署了多辆军车 及装甲运兵车 警方又发放多条监控电视片段 见到保安人员在一辆车内 找到多支步枪 另外又当场控制了4名人士 警方表示 至今一共逮捕了超过2200人 连日骚乱之后 总统官邸遭受严重破坏 多处留下被纵火的痕迹 整座官邸已人去楼空 只余下多辆被烧毁的汽车 当局表示 一度被示威者占据的机场已经收复 不过入业之后 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再度涌上街头 与当局爆发新的冲突 市政府大楼也遭到焚毁 其他受破坏设施还包括检察院 国家电视台办公楼 执政党祖国之光党的地方办公室等等 这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最初是由于市民上街抗疫天然气价格飙升 其后演变成对政府多年来独裁管制的不满 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同时实施宵禁 由于互联网等通讯服务完全中断 外界难以清除窒息局势的发展 联合国及欧盟呼吁各方克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哈萨克斯坦局势现在是急转直下 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深入接近 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 直击采访骚乱爆发 哈萨克斯坦部署 以及基安组织维和部队俄军分队 进驻当地的情况 我们现在呢 位于俄罗斯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 穆罗曼盖斯的这个城市 那么这个城市呢 离阿斯塔拉罕大约有70公里 同时呢 离阿克套市 就是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大约有260公里左右 昨天晚上呢 我们抵达了这个城市之后呢 我们驱车 200多公里 我们抵达了阿克套市 那么我们也是亲眼目的机道 在这个地区的目前的骚乱呢 仍然没有彻底的平息 但是呢 军警已经上街 进行正常的维护秩序 但是由于目前呢 在阿克套市所进行的这种宵禁呢 在这个城市 所有的电讯网络服务都已经中断 那么阿克套市呢 也是哈萨克斯坦 在西南部最大的产油区 据悉呢 在这个地区 储藏着30亿吨的石油 以及包括天然气等 那么包括中石油等企业呢 在阿克套地区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合资的企业 在这里进行合作 那么在阿克套市的扎脑情势呢 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石油 产油地之一 包括中国的一些管道石油公司 都在这里与哈萨克斯坦 进行相关的合作 在2008年呢 特别是扎脑情势呢 也是爆发了一些骚乱 当时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在这个地区也是实行了宵禁 我们可以看到 在哈萨克斯坦目前的骚乱过程中呢 来自努尔哈苏 来自阿拉木图的一些信息呢 军警已经全部上街 而且呢 对所有的交通要道呢 进行设立检查站 来击普骚乱分子 可以看到俄罗斯 吉安组织部队呢 第一批部队已经部署到哈萨克斯坦 我们也是获得了 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些 视频的资料 包括来自伊万诺夫州 包括四十五旅空降师呢 乌里亚诺夫的空降分队呢 都是向哈萨克斯坦派出了自己的 第一批的先遣队 那么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安排呢 包括来自白俄罗斯散兵 包括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包括来自亚美尼亚的 维和部队的人员 将在1月7号到8号之间 完成在哈萨克斯坦的部署 那么对于吉安组织维和部队 俄军分队进驻哈萨克斯坦 美国方面也表示高度关注 美国务院在6号表示 正在密切的注视 是不是会出现任何违反人权的情况 以及可能引发哈萨克斯坦 政府机关被窃据的举动 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哈萨克斯坦的外长 特列乌 别尔基 他们通了电话 布林肯重申 美国全面支持哈萨克斯坦的 宪法和新闻自由 并主张以和平尊重人权的方式 来解决危机 白宫发言人则表示 哈萨克斯坦的不稳局势 不会影响下周北约 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 展开对话 相关话题继续邀请 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看到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真的是在急速恶化当中 我们也看到吉安组织进入其中了 您认为这样会对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带来改变吗 希望能够带来稳定的局势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哈萨克斯坦无论在地缘战略冲突 地缘战略环境当中都非常重要 而且它在国际的天然气 能源供应上也非常重要 那么对上个组织也非常重要 对中国也非常重要 对俄罗斯它是它的一个周边的一个 我们打引号说可以称之为是卫星国 那么对中国来说 它是一个上个组织的成员国 我们在能源上也很依赖它 相当成分依赖它 它可以说是中国四大能源来源地 其中的一个来源地的一个主要方面 另外一带一路 大家知道在将近9年之前的9月份 当时我们的国家主席就在哈萨克斯坦 宣布的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方面 所以都非常重要 那么所以它的稳定局势是高于一切的 但虽然如此 我们大家现在还在关心 它的这个局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它为了才会走向何方 因为搞清楚就像生病一样的 你搞这种病因 搞清楚病理 才能够针对的下药 才有一个药理的一个处方的一个作用 那么病理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 依然扑朔迷离 为什么呢 当然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 肯定会说美国介入 凡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凡是在地球上是一个人 都会马上想到是美国 反正什么事都是美国干的 但是问题是要有证据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无非是在历史上 大概有两个相同的事件 大概可以供我们参考 一个呢 就是在将近20年之前的颜色革命 这个倒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有美国和欧盟的 所谓的黑手在后面 另外一个呢 就11年之前 从土耳其和这个 和这个阿尔及利亚 首先开始的 叫这个阿拉伯之村 那么从目前哈萨克斯坦情况来看 更像后者 还似乎到目前这个阶段 还不像前者 就它是由于当地的一些 天然气啊 等等的能源 涨价而发生的 那么于是导致了 这个民众的一些情绪激昂 那么这个里面呢 当然从哈萨克斯坦本身 无论是理政 还是治理 还是缩小贫富不去 还极高人民生活水平 各方面都有很多反思的空间 所谓的苍蝇 不盯无份的鸡蛋 但事情发展到如此 我相信一定有海外实力介绍 一定有海外实力介绍 不介绍才怪 不介绍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这个截安组织派 派遣这个维和部队进入 我想也是事在必然 好的了解 也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马上还有一更多焦点 待会见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各党组汇报 及中央书记处报告 并且发表讲话 阿萨克斯坦大规模骚乱 在6号还没有平息 在阿拉木图 有士兵在街上开枪 拒报造成几十人死亡 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 拜登火力全开 猛烈批评特朗普散布谎言 威胁美国民主制度 王毅在蒙巴萨 会见肯尼亚的总统肯亚塔 两个人并共同出席 中方成见的 蒙巴萨有码头竣工仪式 多名港府官员 出席报应生日派对 林郑月娥点名许英伟 表示失望 称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新冠疫情在河南持续蔓延 郑州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 洛阳以及许昌停运至 北京的列车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 这一节我们要从这里看起 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邀访问肯尼亚 而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六号在蒙巴萨会见的王毅 同日王毅又与肯尼亚外长 奥马莫举行会谈 在两国外长的见证下 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 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在蒙巴萨会见应邀到访的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肯尼亚塔说 新年一时中国外长到访 充分展现中肯强有力的关系 王毅表示 中国外长新年一时到访非洲 就是要展现中非的团结互信 和中方促进中非友好的坚定决心 同一天 王毅还与肯尼亚外长奥马莫 举行会谈 奥马莫在会谈中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对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的支持帮助 肯尼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基础事实面貌一新 值得于肯中合作的强大助力 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 王毅表示 中肯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已成为肯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最大的工程承报商 中方元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共事 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会谈后在两国外长的见证下 双方签署了关于数字经济 投资 农业 以及肯尼亚农产品 书华等合作文件 并会见记者 中肯双方今天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就是九项工程 在肯尼亚的早期收获 我们愿意同非洲伙伴加强对接 如起袖子 加油干 让会议的成果全面落地 那么造福并汇集 非洲各国的人民 Fraimwork of FOKAK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Kenya and China continues to gro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s a result China has supported Keny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 through extens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hich has raised the stature of this country as a regional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hub 王毅表示 世界正面临 奥密克隆堵珠新一轮冲击 中国将向非洲提供11剂疫苗 而这一大规模原费计划 已经开始执行 大批疫苗正远远不断运往 非洲需要的每个角落 中国也将向肯尼亚圈赠 1000万剂疫苗 肯尼亚外的奥马莫表示 感谢中国的慷慨援助 王毅在会见记者时表示 中国外交坚持了32年的传统 就是新年年初首访一定到非洲 以行动表明中国真是同非洲的游异 坚持把非洲放在中国外交悠闲的位置 尽管面临疫情的挑战 但是中国外交代表团如期而至 风雨无阻 这就是中非友好的底色 冯华卫视阿牙张鹤 蒙巴萨报道 王毅在蒙巴萨同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共同出席中方成见的 蒙巴萨油码头进攻仪式 王毅6号在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蒙巴萨 与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共同出席 由中方成见的蒙巴萨油码头的竣工仪式 王毅在仪式中发表讲话 指出中国企业力求以一流的水准建设非洲 同时也重视环境保护 又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及营商机会 这说明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都说明啊 习近平主席和肯尼亚总统 还有其他非洲领导人 所确定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正在沿着高标准可持续 会民生的方向 不断地使一带一路转型升级 大踏步的向前迈进 肯尼亚他表示肯尼亚需要像中国这样 以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解决问题的朋友 并感谢中国的付出 在出席竣工仪式前 肯尼亚他先是与王毅进行会面 王毅还应询介绍了中方提出的非洲之脚和平发展构想 肯尼亚他表示这一构想符合非洲之脚各国的紧迫需求 肯尼亚完全赞同并愿为此发挥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掌握疫情 新冠疫情在河南持续蔓延 河南在5号新增的本土病例有64例 郑州 宇州 许昌等6次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那么根据河南省疾控中心的消息 本轮的疫情主要是由德尔塔变异病毒株所引起的 而多时也已经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郑州疫情发布会上 相关负责人表示 郑州此轮疫情呈现出多点散发聚集传播的特点 且传播链条比较清晰 主要涉及牌友 丧业和家庭等聚集传播 郑州市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涉及于千万人 并将开展第二轮全员检测 鉴于当下疫情形势的严峻复杂 中国铁路郑州局已经停运洛阳及许昌 至北京的列车 而已经购票的乘客 可以在网上办理全额退票 同时 洛阳许昌要求从省外入境的人员 包括本地居民在内 出站时都需要携带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方可入境 许昌5号新征5次中新冠确诊病例 其中大部分来自豫州市 目前豫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5宗 分为2宗普通型和53宗轻症状型 都已经全部闭环转送到相关医院进行治疗 针对疫情的突然恶化 豫州已经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采取全面封闭管理 要求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 足不出户 全力减少人员流动 还在晚上安排了洒水车进行消毒作业 阻断疫情传播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对于西安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 等待两个小时后流产的事件 现在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6号政府公布了多人是被处理的 那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刘顺志 在记者会上也向患者还有社会公开之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6号表示 对近日西安发生多起看病就医难问题 十分痛心 深感愧疚 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言不实的问题 教训深刻 至防疫期间 医疗机构不能以任何借口 将患者依据了之 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刘顺志 就孕妇因核酸报告过期 在医院外等待导致流产的事件 在6号记者会上向社会公开致歉 在这里 我代表是卫生健康委 对这位患者深深的道歉 对疫情期间 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顺畅 工作要求落不到位 表示深深的道歉 下一步 是卫生健康委 通过此次事件 深刻反思 举一反三 激起教训 立即整改 进一步做好市民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对静检医院 加强监督和业务指导 督促指导医院优化救诊流程 开通绿色通道 目前西安高新医院总经理已经被停职 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负责人被免 西安市急救中心主任李强和卫健委主任刘顺志 则被党内警告处分 西安疫情持续有积极向好趋势 5号新增的63例本土感染个案都不是社区筛查发现 全部来自隔离管控人群 但就包括封控区和管控区的隔离居家人士 患者救治方面已有72人治愈 截至1月5日24时 累计治愈了72人 现有1784例确诊病例隔离治疗 患者总体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 其中微重型两例重型20例 目前西安对疫情重点地区集中核酸筛查 封控区一户一室馆混检 10个重点城中村单人单检 集中隔离人员鼻烟和口烟样本都要采集 凤红卫视罗宇明通户李廷生 西安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是海南的环保风暴了 恒大集团旗下的文旅项目海花岛 因为39栋的违法建筑被下令拆除 让企业再一次地陷入了舆论漩涡 而对于海南来说 如何更好地推进违海整改行动 有内地学者就建议需要合理布局 切勿简单粗暴 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 在未付账单超过3000亿美元的情况下 企业已有上百万套住房的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而海花岛拆楼风波未平 若行政负义被否定 无疑对恒大来说是雪上加霜 如果处理好这个正资产 但是你拆掉一定是负资产 这个负资产将来这个债务谁来背 你加剧了恒大的危机 就是加剧了整个全国的债权人的危机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对于房地产的这个问题企业的处理 不能地方政府不能以这种粗暴的方式来对待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 海南省从2010年开始大量引进民企央企 以人工造岛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十年来大批填海项目诞生 不过从2017年开始海南刮起环保风暴 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 海口如意岛万林日月湾月岛都相继被勒令拆除 收回海域圈 且仍有大批项目正在面临不同程度的整改危机 我们怎么能够在综合梳理情况下 我们重新对这些已有的海岸的项目 做一个全面梳理 那么终点地段 我们要和已有的处理出让的接收方 要进行恰当的协商协调 来必要做必要的战略调整 我觉得这个国家和政府是可以操作的 学者表示海南国际旅游岛作为国家战略 目前仍在贯彻执行中 如何在新发展时代下平衡产业与生态 成为海南当局面临的最大考验 国际游岛一个自由贸易港 这双重国家战略在海南的这样一个土地上 来怎么能平衡发展 同时兼顾到大生态的战略 我觉得这个对海南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但是我想只要我们的头脑清晰 战略方向明晰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很好的 观点认为海洋和土地资源的保证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是理解海南自贸港的重要维度 海南的产业要升级转型 必然要留下更多的腾挪和承载空间 相信在未来 填海造岛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回溯追查和审批 凤凰卫视 陈瑞希雨丹 海南海花岛报道 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海南丹州市海花岛的特派记者陈瑞希 瑞希你好 你好 杨子 瑞希 目前恒大海花岛事件的行政复议进展如何了 还有哪些最新消息呢 好的 那么恒大在1月4号向当局是递交了神政复议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两天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决定的结果 而政府当局呢 也没有对暂时也没有对我们说社会关切 做出一个统一的回应 不过对于恒大来说啊 其实从流程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那么就是行政复议如果被否定的话 他们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第44和第45条来看呢 如果在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行政案件 那么当公司或者是法人任何其他的组织 向行政机关递交复议之后 收到决定之后的15天内 那么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然如果说复议机关的决定呢 没有出来那么余期的话呢 那么是可以在复议期满之后 那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我们来看呢 恒大如果选择法律途径的话 那么这39栋楼的处置方向 那么将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拉锯站 同时因为海花岛事件呢 大家对于这边的生态环境又有重新的一个关注 那么在近日呢 有内地的公益组织就质疑 当时的海花岛环平有弄虚作假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主要的一个质疑点就是 海花岛规划区下面究竟有没有珊瑚群 因为根据当时的报告啊 显示是海花岛的规划区 一北5.4公里发现了珊瑚群 但是呢 对这里有没有珊瑚群却只字不提 那么对此他们表示质疑 那么第二呢 他们也表示当时的在用海规划的听证会上面 呃 根本就是公众是走过场 没有任何的社会组织参与 所以目前他们已经向生态环境部致函 那么要求展开全面的调查 同时他们也希望对于海花岛 重新再进行一次生态环境的全面评估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海花岛了解到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回给杨志 好 谢谢瑞希带我们了解到了恒大海花岛事件的最新消息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 因为目前在台湾这个疫情持续的扩大当中 那相关消息 我们的诗婷已经在线上 诗婷时间消给你 好的 详语杨子早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疫情的消息 台湾桃园机场全聚感染正在持续扩大 6号晚间再有4人确诊 累计有12宗个案 新增的确诊病例中 有一例为机场的第二行下的保全人员 因为身体不适 5号主动到医院进行采样而确诊 机场将近有400名的保全人员 正在进行核酸筛检 另外三例为社区裁检站检出的阳性个案 其中两人与早前确诊的跨年歌友会的个案的轨迹 有多日重叠 台湾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 状况紧张 但仍处于已知的传播链内 好 接着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中国时报的消息 根据台湾研究显示 台湾路上出现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 约30年一个周期 1999年921大地震至今已经有22年了 专家就指出如果按照周期来看 10年之内有可能会再碰到另一个强震 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和宜兰地区受到冲击最大 提醒各地方政府应该要加速渡根 以及建设供撤离的新市镇 连都等到强震发生了 恐怕就已经来不及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宝的消息 2022年台北灯节将在2月11号到20号举行 为期10天 并且首都仪式到市林举行 台北市政府昨天公布 湖年的主视觉祥虎 并以当地美食生炒花枝 发享主题为生炒花灯 由于灯节地处于交通方便之处 搭捷运就可以赏灯 今年台北灯节除了有熊赞的热气球 还有首度推出河滨烟火秀 虽然目前因为疫情扩大了 台北灯节目前还是规划如期举行 但是会使疫情随时做滚动调整 最后来关注的是今天台北站的采访重点 1月9号将举行罢免情侣立委林长佐的投票 还剩下两天的时间 发起罢免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今天上午10点半会和资深媒体人赵少康 一同举行记者会 要说明罢免前的最后冲刺计划 另外来看到的是1月9号当天 在台中的第二选区也会进行立委补选 目前蓝绿选情陷入胶着 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 今天下午会展开车队扫街 前党主席江启臣也会陪同 希望冲高选票 相关消息台北站会带大家来掌握 将现场交还给湘宇 我刚刚听到视频讲生炒花枝概念的花灯 还蛮想去看的 但也要等疫情过后了 好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 晨早财经 一会儿见 再看财经消息 首先关注的是 产油国哈萨克斯坦的动乱升级 也连带地带动了国际油价 显著走高 而沙特阿拉伯因为因应增产和疫情 调低对亚洲客户的石油售价 石油输出国组织盟友 哈萨克斯坦动乱升级 加上利比亚供应部分中断 使得国际油价显著上扬 当中纽约汽油盘中 一度突破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 虽然尾盘涨幅收窄 但全天涨幅仍然超过2% 伦敦布兰特汽油盘中 也触及去年11月底以来新高 收盘上涨接近1.5% 报每桶81.99美元 路透社统计显示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在12月的平均日产量为2780万桶 暗月上升7万桶 但仍然低于减产协议允许的产量上限 投资银行高盛指 全球只有两个产油国 有能力把产量回升至 2020年1月前水平 而随着美联储开始进入加息周期 预料今年商品价格将会进入上升周期 并跑赢其他投资产品 而佩克和盟友日前公布维持增产决定后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 沙特阿美周四宣布 2月起下调出口到亚洲的 所有级别油品售价 主要级别阿拉伯轻质油 降价1.1美元 减幅比市场预期的1.25美元少 并仍然比基准价高2.2美元 沙特阿美也降低了 对欧洲东北地区客户的售价 但对地中海区和美国客户的售价 仍然维持不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华尔街的股市在周四收低 三大指数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美联储在上个月的议席纪要当中 释放出了鹰派讯号 更有美联储的官员认为 可能最快在3月就会加息 然后缩表 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 也让大盘承压 那么在美国上周首次申请 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了20.7万人 也超出了市场预期 这也影响了市场气氛 图表会显示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 36,236点 跌了170点 跌幅为0.47% 而纳斯达克指数 收报在15,080点 跌了19点 跌幅为0.13% 标普500指数 收报在4,696点 跌了4点 跌幅为0.09% 再来一起关注 中国证监会主席 伊慧满表示 今年将努力实现 三稳三进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积极贡献力量 特出政策稳 稳胜评估资本市场 重大政策措施 出台的条件跟时机 特出预期稳 多推出有利于稳增长 稳预期的政策措施 伊慧满指出 中正监将在改革开放和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 体现近的要求 他又要求扎实办好 北京证券交易所 引导资金加大对科技创新 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发展 他又透露 目前注册制试点 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 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条件 已经逐步具备 正在抓紧制定 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方案 确保这项重大改革 平稳落地 我觉得以后投资人可能会很忙了 没有假期可言了 因为明报的报纸就讲到了 港交所昨天发表的咨询总结 宣布将正式的引入 衍生产品的公众假期交易服务 那交易日将涵盖 所有平日的香港公众假期 语言诞除外 还是要喘口气 那么再来看一下 产品方面将会涵盖 所有非港元计价的期货 以及期权 那么当中呢 港交所旗下MSCI期货 以及期权呢 将会成为首批产品 暂时没有包括港元计价产品 那杨子 我觉得观众可以先过个好年了 因为这新规定是 在二月底才会做市场测试 四月就会正式的实施 要以便涵盖复活节的假期了 没错 再来也是另外一个消息 也跟财经有关 信报说了 这美联储是突然的转阴 一度就拖累了港股 昨天盘中间 两个半星期的低位 横指在尾市是发力回升 重散了两万三千点的整数关口 不过摩根士丹利他认为 这股市的基本面是转差了 正向他们所预测的 熊市情景预测方向来发展 横指或低渐两万一千点 那汇丰也削减了 横指今年底的目标价8% 来到了两万五千七百九十点 但是维持给予港股增持的评级 那么同时呢 大摩也是指出了 说联储局啊 加快收水以及加息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引发供应链中断 还有美国的社保刺激法案过阻 也是都对股市的基本因素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股市在短期跌到 熊市的情景预测的机会 就会增加 不过呢 之后啊 还是开始会有望回升到 一个基本的情景预测当中 当然也都是给投资人 自己去判读了 嗯